今天帶你去行山欣賞檳城山林之美 發掘隱藏在山上的悠閒度假山莊 還有峇里風情的度假村 好生活就好像爬一段山路 停下來欣賞風景 喝杯茶、吃個包 再繼續打拼 山窮水盡二無路 鳥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終於到了第來山莊 很美的環境 是一個民宿酒店 可以選擇這裡住 檳城有很多爬山路線 而西南區新港宋愛阿拉的山林 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爬山勝地 很多爬山客來行山 都是為了到山上的度假村來喝酒茶 新港的這條山路比較平純 比較平坦 走上來就比較輕鬆 沿途還可以欣賞很美的果園風景 沿途可以欣賞很美的風景 一早來行山呼吸新鮮的空氣 聽一下流水聲 真的很醒神 其實這些樹全部都是榴槤樹 來的 小雞座我們爬的半個都是榴槤衣服 大廚流水 逛逛逛逛有很多這些 小溪 我們叫做小溪 流水 才可以一邊欣賞很美的風景 這真的是大自然的藝術 真的很美 新港的這座山林 可以說是一個花果山 花草多 果樹也很多 山上有很多小原主 種植榴槤 以及其他水果 有些果農 他們都會住在這裏 隨著爬山客多了 有些果農就在爐邊 放水果 以及一些茶餓 今天爬山也認識了 一個榴槤園主阿姨 阿姨說她有自己的榴槤園 在附近 如果下次大家想吃 山上的新鮮榴槤 每個人都可以找她 新港這座山 除了榴槤樹多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山裏 隱藏了兩個度家村 來到半山 你才會看到 大一個度家村 Fig Tree Hill Resort 想不到你在山裏 還有一個這麼漂亮 這麼有峇里風情的度家村 這麼漂亮 很多人走到這裏 都會停下來 拍照 打卡 感受一下休閒的度家心情 而且這裏也有一個早餐店 就給一些爬山客來吃早餐 這裏的環境都很漂亮 看看這個早餐店 還有小橋漏水 哇 爬座山來這裏吃個早餐 挺舒服的 這是什麼的 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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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人來這裏 都是打卡 點照的 來到這裏看這裏 這麼美的景 爬得辛苦也值得 很美的 離開了Fig Tree Hill Resort 繼續向前走 大約10分鐘左右 便會到另一個度家村 也是今天的目的地 終於到了 帝來山莊 爬了一小時 爬了一小時 好 進去看看是什麼 哇 挺美的 這裡有早餐 角色的點心 很多人吃點心 爬了一小時 好 帶大家看看這裏的環境 哇 人山人海 地來山莊 除了說是一個度家村 平日都會招待早午晚餐 近年睡著爬山客多了 每到週末的假期 這裏的早餐生意特別好 真的很難找位 在這裏的早餐 吃早餐也要排隊 吃早餐也要排隊 太多人了實在 假期的有關提 在這裏的早餐也要排隊 吃早餐也要排隊 吃早餐也要排隊 而且來到山上吃早餐 可能是這裏的氣氛 給人的感覺是很悠閒 很放鬆 而且四周圍的景色都很美 這裏的感覺 這裏吃的東西 我覺得真是普普通通 不過自在這裏吃一個山中的點心 點一個氣氛 你們看看食物的價位 這裏是早餐套餐 還有一點點心 三泡泡 三泡泡 五泡泡 你們自己想想 這裏是咖啡兩泡泡 都還不錯的 十幾多 Żyd 這裏是咖啡雞 這裏是生魚蛋 其實坐在這裏吃早餐 濱城的好山好水 悠恒生活的好地方真的很多 像这样一个隐藏在山上的度假早餐店 之所以会吸引这么多人客 可能就是一种不需要出远门去旅行 行山运动都可以享有的度假心情 在这里住得越来 就越能发现更多新的惊喜 记住在这个国家这个地方 这里的生活就好像山上的早餐以及风景一样 是一种简单的行为 在影片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 槟城大自然山林的美丽 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 看着流水 看着她的心都舒畅 真是好好的亲子活动 这些全部都是榴莲树 根据这里的果农说 这里其实全部都是水果的 果树 所以这里可以说是槟城的花果山 我觉得 阳光照在青苔 要是四心留意 处处都是美景 看到这个大蜘蛛 看到这个大蜘蛛 大蜘蛛 好棒喔 好大蜘蛛 OK 好 5 早安 8 10 9 1 感谢观看